良好的沟通技巧对于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以下是一些建议 可以帮助你提高沟通技巧 一、倾听 倾听是有效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给对方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不要打断或中断对方 使用非言语的肢体语言 如保持眼神接触和姿势开放 表现出你的专注和关注 二、非暴力沟通 以非暴力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避免使用攻击性的言语或指责对方 相反 使用我表达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而不是指责对方 三、清晰和明确 确保你的表达清晰明确 不含糊或含混 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或含糊不清的措辞 确保对方理解你的意思 而不会误解或产生误会 四、适当的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可以传达你的情感和意图 保持开放的身体姿势 比如面向对方 保持姿势放松 避免交叉手臂或紧张的面部表情 这些肢体语言可以传达你的关注和尊重 五、尊重和理解 尊重对方的观点和意见 即使你不同意 不要打断或驳斥对方 而是给予对方发表完整观点的机会 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 并寻求共同的地方 六、非言语沟通 沟通不仅仅是通过言语进行的 注意非言语的沟通方式 如面部表情、姿态、肢体语言和声调 确保你的非言语沟通 与你的言语沟通保持一致 并传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信息 七、积极反馈 给对方积极的反馈 让对方感受到你在倾听和理解他们 用鼓励和支持的话语来回应对方 以增强良好的交流氛围 八、练习沟通 沟通是一种技巧 需要不断练习和发展 寻找机会来锻炼你的沟通技巧 比如与朋友、家人或同事进行对话 接受反馈 并努力提高你的沟通效果 通过积极地实践这些沟通技巧 你可以建立更加有效和心灵相通的人际关系 并提升你的沟通能力 记住 沟通是相互的过程 需要双方的努力来实现良好的交流 这些沟通能力来实现良好的交流 这些沟通能力来实现良好的交流